您好 我是犀牛 上一期节目咱们聊了卖房的兵法 主要说的是 咱们根据自己和别人的情况 以及大环境 来制定一个合适的销售策略 今天这期节目 咱们一起来说说买房这方面的 看看如何确定这个房子的价值 如何用一个更好的价格 更好的条件 来买到你想要的Dream House 关于如何判断一个房子的市场价值 作为一个定产经纪 一般咱们都知道怎么来做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买家 你找一个合格的电影经纪 他应该也能帮你做到 具体的测算的方法 咱们就不在这说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知识 只要是随便上个课 咱们就都知道 今天这期节目 我主要是来跟最终的买家来讲讲 我是怎么来做的 涉及的知识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深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没什么用 那么你就把它当成一个 从不同的角度来验证一下自己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的 如果你觉得能稍微有一点用 我这期节目就算做的成功了 然后也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 确定一个房子的价值 大多数咱们都能测算出来 尤其是在大多伦多 因为多伦多现在这房子多 一般来说我们用比较法 就很容易得出来一个房子的大概的区间 但是作为买家来说 一个房子价值 其实跟你最终买的价格 并不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房子值很多钱 但是你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下来 也有可能这个房子 你算出来不值什么钱 但是最终你买的价格要高于市场的价值 像后面这种情况 咱们以前抢offer的时候都是这样 对吧 大部分经历都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房子算出来根本不值这么多钱 但是最终抢出的价格 要大大的高于市场的价值 在现在这种情况 正好反过来 咱们很多房子都是叫价比较高 或者说卖家的期待值是比较高的 但是最终这个房子的价格 会比它期待的要少很多 比如说今天我要以一个富豪山庄的房子来为例来讲 为什么用这个房子 因为正好有人想问这个事 我就做了一下研究 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成果 具体这个房子 具体这个房子咱们看图 这是一个院子66乘以164尺的 然后有4家1卧5个卫生间 车库是4个 叫价是280万 最开始上市的时间是9月3号 到现在已经有85天了 那么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呢 第一步咱们就是确定房子的价值 确定价值在大多伦多 基本上咱们就用比较法 找一些类似的房子 比如说这个是4加1 咱们就找也是4加1的 或者说4个卧室5个卧室的 然后按照院子的大小 差不多的 咱就可以比较 因为在一个地区 这房子差不多的话 价格最终也应该是差不多 下面就是这期节目 我主要是想跟大家说的 咱们在确定了这个房子的价值之后 我们应该用什么价格来买呢 我们是就按着这个价值来买吗 还是说我们要多出些 少出一些 怎么来定价 下面我来跟你说说 我用的方法 不一定是准确的 仅供参考 也是 或者说大家就是当做 看看一个其他的经济 是怎么来做的 我一般拿到一个房子之后 我先看看这房子的基本状况 也是刚才跟大家说了 然后我也是主要用比较法 找出一些类似的房子 然后确定出来价值之后 我就会考虑用什么价格来买 这时候一般我也会考虑三种情况 一个就是这个房子本身的情况 第二个就是它竞争对手的情况 第三个就是整个外部形势 是在向上走还是向下走 在知道了这三件事之后 我们就比较好制定下offer的策略了 咱们就以现在这个房子举例 现在咱们看的就是平均的 叫价 咱们可以看到 从叫价来看 从18年一直到现在 整个符号山庄 这个叫价是差不多的 在18年年初 是稍微高一些 平均300万 然后中间 稍微有一些跌落 有240万 260万 到了2020年的年初 突然有一个跳高 但是在后来就又基本下来了 到现在基本还是250 260万 咱们再看成交的价格 从成交价格来看 也是18年初是最高的 曾经卖出了370万 然后基本上就是越往后 价格基本就越来越低 但是从18年之后 就基本维持在250 到260万的样子 所以咱们结合这个 叫价和成交价 基本就可以知道 富豪山庄现在的房子 基本上跟一年前两年前 其实价格区别 都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不能用 多伦多的平均的 房子涨幅来定价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多伦多的房子 涨势还是不错的 可能涨个一年涨百分之十几 还是有的 但是这放在富豪山庄里面 我们就不能这么看了 所以这个房子最终的交价 它应该还是跟 一年前两 甚至两年前可能是差不多的 看完这个大趋势 咱们还可以把它类似的房子找出来 咱们可以看下面这张彩色的图 咱们看到 我一共大概是找了七个对比的房子 咱们可以看到 有的房子上下市曾经有三次的 四次的 两次的都有 整个的这种房子 不管有没有卖出去 一般在市天数都是挺多的 有好几个月都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也就是说 目前我们这些竞争对手 它们的销售形势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如果要给想要的房子下offer 我们就可以有比较多的余地 然后下一步咱们就开始具体的准备offer offer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是价格 一个是条件 条件咱就先不说了 主要说价格 价格咱们再回来看 现在这个房子的情况 这个房子咱们可以发现 从它9月挂牌之后 就一直没有动 然后这个房子最终到年底 就会就到期了 也就是说 到现在马上到12月的月初了 如果没有什么动态的话 可能这房子就一直挂在这 而且咱们从这个房子的现状来看 挂牌经济应该是一个 不是很喜欢做各种促销 或者说做各种这种不同的销售手段 来销这个房子这么一个经济 这时候我们跟他谈的时候 可能我们用的方法就会跟那种比较 aggressive这种经济的做法不太一样 这时候再往下谈 咱们就要真正的去下offer 或者说真正的给这个经济打电话 问问他什么情况了 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如果我有机会去代理这个房子 那么我会跟你再来分享后续的结果 我是犀牛 我在多伦多用工匠精神做地产 如果你觉得不错 欢迎给我多多鼓励 咱们下一期再见